韓國韓國零食泡麵餅 韓國零食泡麵餅 跟廠商進集齊品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一定要吃量 才可以有一個超特價的價格 像大蒜麵包你應該知道 原價219 那它其實進價差不多100多左右 跟廠商吃一個量 就可能100個 200個 300個 就可以可能10塊 20塊 出清給我們 然後讓我們這種小店家販售 商品的銷售量的前10名 有差不多5成都是集齊良品 我們自己也會購買 然後可能每次進新貨 就都會買一點 因為價差真的很大 韓國蘋果汁 然後原價788塊 然後我們用69塊就買到了 介紹小家戶店員也都想買買 順利1個月40塊錢 就價錢1千多塊 通費要到錢下 上班族金奧得算盤 用這種方式的生錢 微信新聞 台北報導